那对于喜欢房车的消费者来说 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看 目前在台湾汽车市场上面 长青树的房车 有哪一些选择 像Nissan的Centra 就是一个算是老妖精了 而且它在市场上面 也是蛮多人非常支持的 而且新一代的 这个全新大改款的Centra 我们确定是在今年的时候 就会推出跟大家见面的 那莫奈车型到底值不值得入手呢 我们马上请郑杰帮大家分析 没错 怪宜 我们看到的这台Centra 虽然不是现在最新的样貌 这台是14年的车子 为小改款钱 是的 小改款后我们可以记得 就是改成比较家族式的VMotion的设计 然后整体看起来更加精致 更加有质感 但是我们先不管小改前小改后 这台车确实是我们国产中型房车 长青树没错 但是我觉得它依然值得推荐 即便今年就要改款 原因在哪里呢 我觉得很好玩 车子这种东西就是 每个人喜好会略有不同 因为这车不管怎么样 毕竟也是好几十万的东西 有人喜欢动感一点 有人喜欢舒适一点 有人喜欢豪华一点 也有人喜欢跑格一点 这是每个人都有差异的部分 但是Centra我觉得它就提供了 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就是它相对之下 它在国产中型房车市场 大家越来越往跑格化 越来越往运动化 个人化 自驾化的方向走的时候 Centra它走的是传统的 坐起来更舒服 空间更宽敞 然后开起来更有豪华 舒适感这样的感觉的方向 我觉得这是对的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中型的国产房车 有很多 真正是大多数 其实需要的 其实是这样的属性 对 是舒适 而且适合全家使用 是啊 你开这样的房车 多数的人 你也是为了要载全家出去玩 出去购物什么东西的 当然这样的车子 会更加的适合你的使用需求 也因此这台车从上市到现在 就算是卖的最不好的时候 也是一个月有几百台 多的时候 甚至有进千台的状况 它一直以来都算是热销的车款 就像刚刚讲的 因为主要是它的舒适度 还有它的属性诉求 跟别人对手都有所区隔 也因此 它虽然说1.8升的自然经济引擎 131匹 然后配CVT 好像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创意 而且在像所谓的ADAS的部分 它因为车型比较旧 所以相对之下 它也没有那么多的东西 可以给你 没有那么丰富 对 但是它在价格上 还有在后面 像你进的店头以后 你去杀价 或者去跟它谈价钱 这些Range都一定会更加的 有弹性 所以再加上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时候是小改款钱的 在小改款钱 其实它的变速箱 就那颗CVT变速箱 可能就是说在耐用度上 有时候会有点疑虑 但是它在小改款后 它现在加上了6大系统的 8年的不限里程保固 所以保固也提升了 对 而且很厉害的是 它包括变速箱 包括引擎 公油系统 然后电脑 一大堆总共6项的东西 几乎重要的 值钱的 它都帮你保固 8年 8年我觉得还蛮 对 我刚刚看到的时候 我都觉得说 其实这样 对我们这种里程数长的车主来讲 很划算 对 对于消费者来说 其实它的疑虑 就会减少很多 也是刚刚爱达讲的 比较旧一点的车子 快改款的车子 你自然就了解它的状况 而且它的妥善率 本来也会就比较好 对 在日后的持有成本上面 你也可以好好的掌控 可是我们知道说 新一代的Centra 在今年就即将在台湾登场 对 它到底有哪一些看头呢 那个车子也是 我们记得去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全新的Ultima上市 大家都很喜欢 它不是就是小一号的Ultima的那个感觉 是 没错 你就想象的新的Centra就像Ultima 稍微缩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子 现有的Centra 它其实长得就已经算修长流线了 但是新的Centra 我必须讲 它的车高足足降低了5公分 所以更加的有属于叫跑的感觉 对 没错 再加上它的内装 我们可以看到那种新世代的三幅方向版 那也非常有跑格 然后加上0.26的风阻系数 这个车子 我觉得到时候上市 就像刚刚讲的 虽然说这一代的车子 走的是舒适 套花方向 但新的就会加上 现代人最喜欢的跑格这个部分 对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 它 我刚刚问到了 它其实今年第四季以前就会出现了 在年底的时候 是的 如果说你现在对于中型房车 有这个需求的话 然后又真的非新车不买的话 我觉得其实新的Centra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板 你可以等着看一下 毕竟一台车推出 又不是只有卖一两天 对不对 它在市场上面 还要经一个起这个时间的考验 我们看到市场上面 你上了Centra 它直接竞争对手 那就是我们的神车 Toyota的Altis 除了Altis 目前在市场上面 仍然是销售的非常好之外 其实何太更趁胜追击 我们知道今年 它即将要推出的是 很多性能车迷 非常期待的Altis的GR Sport 而且这个Altis的GR Sport 其实跟之前 有在台湾贩售的 像Altis的X 还有另外一款车 也是属于这种 比较运动化的房车来说的话 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性呢 昆仑哥 没错 冠仪 我们觉得现在有这个神车 其实虽然是神车 它虽然市场销售这么好 然后打破很多记录 创下很多自己的独特的唯一 但是它还是仍然有动作 所以我可以看出来 其实何太正这方面 它虽然是属于领导地位 然后永远都是有第一名的一个光环 但是它一点都不敢松懈 我们看今年 因为今年刚才向郑姐介绍过 Centra要出来了 面对着全新的Centra 当然还有一个Focus的一个强体 我觉得Altis它自然也不敢松懈 我们在车厂 除了看到Altis它有一个 大家眼睛一亮的那种Tourine 旅行车以外 再来就是属于它现在还要长一个什么 GR Sport 对 消费者可能对这个GR 可能有点点陌生 其实GR是现在Toyota一个 全新的一个性能的一个 植品牌 它就是Gazoo Racing 那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可以更加看出来 这个丰田丰田这个社长 他真的非常热爱热爱 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一个赛事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一步一步的 把这种朝向运动化 他希望Toyota让消费者 扭转消费者的印象说 Toyota是一部开起来有乐趣的车 那这个GR部门 它我们现在市面上有两部车 一个是GR Supra 一个是GR的 最近我们在东京上看到的GR Yaris 暴力啊 对暴力啊 那个1.6升可以有200多匹马力 它已经创下了直列三缸 这种最大的1.6升的最大马力 所以很厉害 然后从它外观造型 就是我们这GR非常期待 刚才关键有提到说 Artist之前有个Artist X 还有一个Z 那这Artist X是之前 台湾的国瑞车厂 它自己去开发生产出来 那当然有经过Toyota原厂的认定 所以属于事物比较台湾国瑞 那这个GR我们刚才讲 GR是正正中中的 Toyota推出来的性能食品牌 那有挂GR Sport是 所谓它有分三个等级 GR Sport是什么 它只是有look 它可能外观啊 钱包感啊 下老流啊 后尾翼啊 然后那一桩有可能一些 缝线的比较热血派的一个设定以外 它纯粹是只有look 那当然我觉得知道 台湾 那何泰也知道说Artist的车主 它可能需要一个look就可以了 在性能上 可能是另外的一种诉求 所以我觉得它会推出来 这个是GR GR Sport会预定在第二季会推出来 第二季 那我们刚才讲了 除了GR Sport以外 它其实在Toyota官网里面 它GR还有分为GR Sport 是最初阶的只有look 还有一个GR GR是性能 就已经动到引擎了 那还有一个GR MN 它是最高性能 最专属开发的一个 所以它GR有这三个等级来区分 那以目前国内何泰 它目前会推出的就是GR Sport 就是外观跟内装的一个 再强化的一个运动版 所以动力上面是没有改变 动力上面是没有 对 那我觉得这个 你说以樊顾现在目前中型房车市场 四门房车市场 比较有热血性能的 我们说Focus的四门 勉强说是 因为它的外观上没有像五门的 因为它最主要是 运动版诉求在五门 所以四门现在目前看起来 目前没有人有一个运动版本 对 所以我觉得推出 Artist增加这个GR Sport 有它自然 我觉得它有它可以把它市场 稍微再扩大一点 那维持一个市场的一个 讨论的话题的热度 除了我们刚才看到 就是接下来即将大家可以见到的 这个Artist的GR Sport之外 我们讲到这个末代的车型 是不是值得入手 我们看到其实每个月的销售报告上面 在这个中型的休旅车上面 是一个非常热门的集聚 尤其我们看到这个神车 Ruffle一直都卖得很好 虽然它是新的车型 可是相对的我们观察到了 福特的KUGA 在每个月的销售报告里面 表现得也相当亮 它可以说是末代车型里面 非常强大的一款末代车款 对不对 艾达 是不是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呢 是的 关于如果用文青一点的说法 现在的福特的KUGA 就是在现有旧式态平台 注入全新AI智能系统 服以行销补助的一个产品 怎么说呢 好复杂 你这样形容 对 所以我说这叫文青式的一个说法 怎么说呢 KUGA是不是一台旧车 是啊 是不是一台末代车 是嘛 那它有什么 Colpilot 360 对 它有这个全新的 有新世代的配备 对 新世代的一些配备 电动尾门 有这个智能的这个驾驶 ACC的跟车什么都有 Apple CarPlay也有 你说它是不是旧世代的这个平台 没错 服以新世代的智能的 AI的一些智慧系统 然后左什么 左 行销补助策略 因为现在价格很优惠 对不对 所以刚刚冠宇你提到了什么 提到了它的销售数量 其实蛮稳定 现在每个月大概平均下来 大概也有500辆的一个销售数字 所以你就会说 末代车型有一些人说 我们不要 可是你看看 它事实上可以用很优惠的价格 对 取得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产品 虽然这个平台相较而言 马上要推出的新的这个大改款 库卡来说 它是旧一点点 但是 它价格上的优势嘛 对 价格上的优势 产品的稳定性 没错 维修便利的一个保养 安全性的一个考量 用这样的价格 你能够选择车型 其实并不多 你能够买到满载的安全备备 你也有这个 航太旗的这个鹏缸 有这个雷射点 还有这些车体 还有福特本来就相当不错的一个操控表现 没错 说实在的消费者是很聪明的 对 它纵观各个项目的选择之后 它会发觉 我买这个车其实是实在 而且是划算的 我举个例子 我隔壁隔壁的邻居 他门口停了一台S-Cab 很漂亮 非常漂亮的S-Cab 就是库卡的上一代车型 末代 最末批那时候促销的时候 只要50几万就买得到了 对不对 开到现在应该还是很开心 它还是非常的新 因为它入手的成本比较低 对 它入手的成本比较低 你想想看 现在你回过头去买 这个很老的S-Cab 可能还要个几万块钱 因为为什么 现在你旧换新报废车子 最起码那个车子 都有五万块的价值 所以它中古车价垫上来了 你现在回推好了 你现在回推好了 当年它那台S-Cab 末代车已经买五十几万 现在随便卖 也要卖个十万八万了 而且十万八万可能 你买不到末代的S-Cab 所以你看它持有了 这么长一段时间 它的折价才多少 如果你聪明一点的时候 你就会去思考 我这台车子 投资的成本是五十几万 开了八年之后 回收还有二十万 所以八年中间我只花了三十万 在这台车上的折旧耗损 这时候你就会觉得 我好像不应该花 一百万买步全新大改款的 一个车辆 那当然很多经济型聪明的买家 就会选择福特库卡 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说实在的 除了这些经济型的考量之外 如果用情感面来看 就是我个人 看到大改款的库卡 我还是觉得有一点点怪怪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才是男生的车子 现在现场看的库卡 比较硬 比较man 比较有线条感 那你看到大改款库卡的线条 你会觉得它太过于柔 就是focus长大版 对 太过于柔美 我觉得那不像是男生开的车子 如果是我 我会选择买这个好了 便宜经济又实惠又划算 对 而且我们以务实面来说 现在目前最顶规的库卡来讲 它是一百一十三万 但是现在听说在市场上面 你其实六字头 就是不用一百万之内 你就可以买到顶规的车型 六位数 对 对不对 所以其实真的跟你的荷包上面 你也不用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了 你不肯定会认识吗 我可以认识你 你不肯定会认识那些 你不肯定会认识 但是我们是一样的 那一切都很骚人 所以我们想做这些 但是我们想做这个 那就是不肯定会议 在家里的 Industri 也不肯定会议 那就是不肯定会议 这些智能 今天是不肯定会议 是不肯定会议 就算不肯定会议 所以我们的 ander